我是負責安海港的 我是報告人李承翰 然後這邊是我的主員 首先是我的目錄 我會依照這個順序講解下去 值得推官方的點 我們想要介紹的是正星間 正星間它位於海岸路和國華路之間 然後它差不多在六年前的時候 還是一條年當地人都不太清楚的街道 而近幾年卻迅速的窜口 也是我們想要推薦報告它的主因 老烏文鳳在照商機 隨著科技的發達 我們台南這幾年也不斷的在進步 開設了許多現代的時尚建築 例如星巴克 景影酒店 南法夢時代等等 但卻仍然無法取代老烏特有的味道 所以我們認為老烏文鳳在照是值得永續經營 而且值得的 在這邊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人 因為如果沒有它 現在的正星街就不會是我們所知道的正星街了 它是高耀威 它是經營潮牌衣服彩虹來了的創始者 當年他跟他老婆原本在台北都是年薪百萬的主管階級 只因為那時候他們看了一部電影叫做燦爛千陽之後 他老婆說了一句我想做自己的事情 他們就決定辭職自己開店做生意 也剛好那時候在台北找不到合適的地點開店 所以他們就輾轉來到台南正星街這個地方 那時候他們想要在街道舉辦一些活動 可是需要資金 可是跟政府申請需要一大堆麻煩的手續 就像我們上禮拜的作業服務學習一樣 所以他們就決定創立自己的刊物 也就是正星文 主打全球視野最窄的雜誌風格 然後所報導的內容都是正星街所發生的事情 然後比如說在第二期的封面 這三個手上拿的食物的阿嬤 他們都是正星街耳熟能詳的店鋪老闆娘 他們不奢求多大的廣告效益 只希望收支打平可以有些盈餘來支持他們的活動 然後正星文的主要團隊正星幫 是由正星街的居民所組成的 差不多有八十幾人 然後所以需要什麼設計文字攝影等等能力需求 他們都很容易去解決 他們都是不領薪水 大家甚至也沒有經驗 就是憑藉著一股熱情去做而已 好 下一頁 講這麼多他們的特色就是社區營造 他們讓正星街不只是一條商業街 而是一個社區 大家彼此互助有錢大家賺 並不會說今天我賣兵賣得很好 所以他賣兵大家都賣兵 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特色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就像是南台街 我就說可能啦 就是因為大家都賣吃的 如果今天隔壁倒了 我可能會很開心說 太棒了我可以多賺一點 但正星街他們就不會這樣 甚至有一個阿嬤 他本來房子只能賣八百萬 然後現在正星街紅起來了 有人出價六七萬跟他買 他不要 為什麼 他只說了一句 他想跟他們繼續生活在一起 所以他們成功了 下一頁 如果大家有去過正星街都會發現他們的店輪口都有一隻貓 他的由來是因為那一年的主題剛好是貓 然後他們的活動是封街計畫 希望創造一條只有行人的商街 所以每一家店都有屬於自己的貓咪 也就是正星貓 每逢假日的時候都會站在街口阻擋車子進入 好下一頁 然後我們的地圖設計主要以正星街為主 然後他的外型就是以正星街最有名的代表物貓咪 然後地圖我們主要是希望提供給來台南的觀光客使用 地圖上的圖示都是精選網路上的熱門小吃 好吉祥物 因為我們這次主要是參訪的是一家正星街一家民宿叫做買位 房子的前屬人是在捕魚的 然後所以屋內的部分有許多跟魚相關的設計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隻四處流浪捕魚 找地方住的貓咪叫做吉胖喵 好 文創商品 我們希望設計一些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到的東西 因為這樣的話宣傳效果會比較好 比如說我今天帶著一個應有正星貓的漱口袋走在路上 人家覺得很可愛看到就會覺得說 欸那是正星貓 那我們的目的就達成了 好 下面 好這是我的參考資料 好謝謝大家 我幫我到這裡結束